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分盘节目时间了 这次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们先插播一个硬广 其实本来会员节目 咱以前都是不做广告的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比如搞巡游 就是带着大家到外地去游学 这个项目比较火 所以这事不跟会员们说一声 也不合适 我们巡游栏目 在9月9号到9月13号 准备带大家到河北的保定正定 这两个古迹众多的地方去游学 保定大家可能觉得现在 三线城市根本也不出名 正定的狭庄的一个区 这两个地方恰恰符合我们游学的原则 我们最爱去那种历史上兴旺发达 现在就是比较默默无闻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它估计才能保留下来 你要历史上兴旺发达 现在还兴旺发达 估计就都拆了 你看北京 很明显 保定不用说了 在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 它都是河北省的首府 清朝更是民国的时候 直立总督署 就设在保定 也是中国今天保护最完好的总督衙门 所以咱们可以去看看 经济重地的总督府 当年曾国藩李鸿章俩人办公的地方是什么样 对面的廉池书院也是有名的古迹 另外城外还有著名的中山境王牧 就是汉代的那种山林坐缆车上去 才能看到刘备的祖宗的坟 什么样 河北异县 就是保定下属的异县 还有清西陵 埋葬着世宗雍正 仁宗嘉庆 宣宗道光 德宗光绪 四位皇帝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郑定在历史上就更了不起 那时候北京不算啥 郑定才是北方第一大城市 第一雄镇 古称镇州 赵子龙的家乡 然后有宋元时代兴建的龙兴寺 里面还有供奉有隋代的巨型的铜佛 所以又叫大佛寺 甭管是建筑还是雕塑都位为大观 另外毗卢寺有一堂非常精美的明代水陆壁画 博物馆里展品众多 镇定文庙 是中国保留下来的五座五代建筑之一 文庙的大城殿 那四座全在山西 离北京最近的就是正定 然后正定三塔 其中开元寺塔 不光塔很值得一看 开元寺的钟楼 疑似是唐代建筑 这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所以保定正定之行 我自己都是期待满满 而且实质中秋假期 欢迎大家跟我去度过一个 非常有文化味道的这个中秋节 如果您想报名 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现在书归正传 看看大家在最近的会员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这个会员朋友托马斯 MAAN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心中总有一个不解之谜 南梁北调 为何不沿海岸线北上 这样可省去每年 大量疏通运河 预塞的费用和民力 又能大到提高运力 何乐而不为呢 是啊 这是咱们今天人看 这事太简单了 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在当年帆船的年代 这个海矿海情 包括海上的这个风浪 都是很难避免的 元朝政府是搞过海运的 天津就因此而繁荣 最早这个发展起来不就直沽港吗 从南方用海船 把这个粮食物资运到这个直沽 但是呢 每年损失量太大了 一遇上风浪 这东西沉没的太多了 你包括这个谁 就是宋徽宗搞这个花石杠 也走过海运 有的太大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是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齐花鸣木 这个河里走不了 也走海运 也是帆船率太高 损失率太高 所以只能靠这个运核运输 这个东西啊 这个海运 直到这个近代轮船出现之后 才逐渐取代了核运 就那会儿 那个李中堂创办轮船招商局 那之后海运才取代了核运 所以一开始都是核运 就是他技术水平达不到 不是不这么想 不是不想 技术水平达不到 好 这个会员朋友徐凯一 这是经常问问题的老朋友 问了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东北二省啊 这么晚才开发与交流 长年以来 中原王朝始终无法有效控制 东北地区吉林和黑龙江 换个角度讲 如果明朝能够做到这一点 明末也不会一直被后金吊打 如果说是气候原因 其实中国古代北方气候比现在暖和 但是没有气机进入东北二省 想请教一下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开发 所以才没法去 你不像辽宁辽东地区 从燕国的时代就得到了开发 就属于传统的农耕地区 所以他这个 而你这个吉林黑龙江 毕竟是苦寒之地 谁说他比现在暖和 对吧 你暖和看什么时候 中国不是寒冷期跟温暖期 四百年一轮回吗 你看他什么时候暖和 而且那个地方大部分时间 都被这个速胜系民族占据的 所以他这个速胜系民族 是这个传统的渔猎民族 你甭话是这个远古时代的速胜 后来的高沟丽 富裕 再后来的什么雾吉 墨河 女甄 满洲 大部分被这些民族控制的 我们一再强调过 汉民族对不能耕种的土地 是不感兴趣的 谁知道越过大山 有那么丰富的平原 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平原 当时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越过大山去看 朝廷也没有能力 组织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开发 你这个东北三省得到开发 这不是光绪以后闯光东的事吗 是吧 你后来当时你哪有那么多人呢 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去开发呀 是吧 所以你不能光看到一个气候原因 你就说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它不是啊 这跟那个气候只是仅仅一个方面的原因吗 是吧 好 这个会员朋友 二优恩好打不溜 这个润好打不溜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啊 日本天皇的年号和称号是什么关系 明治维新以后都用年号称呼天皇 但明治维新以前好像不一样 比如孝德天皇年号大化 孝德是什么 孝德是嗜好 包括神武天皇 什么这个景形天皇 什么这个清明天皇 那个这个敏达天皇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嗜好 而且这些东西呢 是汉室的嗜好 你听这名字 神武 景形 什么这个清明 敏达 包括孝德 包括什么推谷 什么这些 齐明天皇 皇级天皇 全都是汉室的嗜好 他的嗜好是用这么两个字 他没有妙号 因为他 他所有的天皇都得供嘛 他不可能说 谁不供 他一个祖宗下来 所以他没有妙号 他是有这个嗜好 这个嗜好呢 一开始 他是用这个汉室的嗜好 进入到平安王朝以后 实际上就是这个平安王朝后期 潜唐使一停 他特别这个强调这个日本自己的这个特性 就所谓的这个和 大和的这个和才 所以呢 他的天皇的嗜好呢 就改成了和氏的嗜好 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些什么后蹄湖啊 什么白和啊 一条二条啊 就改成了这些高仓天皇 就改成了这些和氏的这个嗜好 所以什么花园天皇 后花园天皇 进出这种东西 后蹄湖天皇 进出这种东西 到了江户幕府以后 就又改回到了这个汉室的嗜好 所以我们看那个明治天皇的爸爸孝明天皇 这就又是又是一种汉室的嗜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他的嗜好啊 就是这个这个呃 他有嗜好 有年号啊 他没有这个庙号啊 然后这个不像我们什么祖什么宗 他没有这个 越南和朝鲜是有这个的 什么祖什么宗啊 因为他朝代更替频繁嘛 这个王朝 李朝 什么这个越南更了什么 丁朝 吴朝 前李朝 后李朝 李朝 他他他 前李朝 他他他分的好多 所以他才有这个呃 这种妙号啊 好 呃 这哥们真常啊 玄天险正 拂佑震探啊 荡计 计气 不躺真人 我天妈呀 是吧 这这这一口气都念不下来啊 这个问古代的文书是怎么防伪的 基本上做不到防伪 所以造假是太容易了啊 基本主要看印啊 更多的是看这个写信人的笔记啊 包括他的花鸭啊 就咱们现在老有一句话叫签字画鸭 因为咱们现在不画鸭了 所以咱们不明白这画鸭是怎么回事 你看日本人还有还有这画鸭 你包括这个这个宋徽宗 他的画底下不都有他的画的那个鸭吗 就是天下一人看着像个开字的那样的 哎就靠这个东西来防伪啊 所以这个防伪手段跟现在比起来呢 就是真的是差太远了 那你说你做一个印 那这个印如果印文一公布出去 谁都能刻这个 私字刻印啊 所以这个这个古代静这种事嘛 私字刻印 你看最最有名的那个事就是这个 忽必烈的时候啊 一帮下级汉人军官什么王柱啊 这帮人冒用真金皇太子的名义 袭杀阿和马 那个文书就是刻的真金的印呢 刻的真金的皇太子印 那上面肯定是八四八蒙文都能刻 那你跟蒙说汉字的这什么转字什么这东西 所以为什么唐宋元的时候大量使用那种九叠转 那官府的印就九叠转 他是从道士那种道印发展来的啊 道士的印就都是九叠转 你根本看不上这是什么字 是吧 那太上老君给写的字你能随便认什么 然后盖上之后能捉腰 这唐宋元就说这道印好这玩意不好刻啊 这个复杂程度高 所以大量官印用这种九叠转 但是仍然难以这个防伪 八四八蒙文都能刻你九叠转算个毛线 是吧 所以古代这个文书防伪是很难做到的啊 好啊 这个 会员朋友Z-R-I-A-N-L-I 这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哈 也经常问的啊 说袁老师你好啊 请教一个问题 古代有没有收藏钱币的行为 比如明清时候就会不会有人收藏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 我知道这个古人也喜欢古玩 但是呢 不知道他们对古代的货币感不感兴趣 另外呢 您在有一期说过人们可以使用先帝的通宝 在本朝做交易 那前朝的货币可不可以呢 比如清朝人能不能用明朝的铜钱 谢谢袁老师解答啊 第一 是古人有收藏前朝货币的习惯 那你比如说这个 往往的时候发行的那些货币 有的很值钱 比如像那个一刀平五千 那个金错刀 是吧 那个一刀平五千 你看那个张衡写师就这句话嘛 每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雄谣 是吧 就说明那个时候的金错刀 就是一种很流行的这个 就是古玩 然后就很珍贵 另外你看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 有一个合家村教藏文物出土 那个出土的那个教藏文物里呢 就是他有一个这个牧主人啊 就是他这个文物里边呢 就出了之后呢 有大量历朝历代的钱币 从往往时代的一直到这个呃 这个戴善亭帝国的 然后这个呃 萨珊波斯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金币银币 往往时代的各种铜钱 一直到本朝的 就很有可能这哥们就是一个古币收藏家 那他死了之后把这东西都买起来了 那然后最后一挖就连串挖啊 就跟现在那个 就那个外地有那盗墓的啊 盗墓的 然后你比如说他们盗墓啊 然后他说那个呃 你想不想这个体验一下盗墓 对吧 你要想体验的话呢 就是你给我十万块钱 我带你到一股坟前面 你看这个坟啊 没没被动过啊 我这个洛阳产一探探下去 你看这有这个夯实的土 甚至有高泥 这底下肯定有坟 这坟没被盗过 我下去给你给你盗 你给我十万块钱 里边如果是空的 你认倒霉 如果盗出来都好东西都归你啊 然后哎呦这太好了 你盗把夜里来哗下去盗 一件一件往外拿 你这怎么 这是哪朝的坟呢 这怎么历朝历代的东西都有 你盗的是一个古代的文物收藏家的坟 所以最后等天亮一看 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那坟人做的 那坟人做的 你怎么哪朝的东西都有 这里边的好 好家伙从商朝的顶到元清花 全部全有 因为他是一个元代的文物收藏家 这些古人当然有这个收藏文物 当然这肯定也有收藏钱币的行为 这是肯定有的 是吧 然后这个前朝的货币是不可能在本朝交易的 那绝不可能 你说清朝人花明朝钱找死拿 那绝不可能 这个是必须得花这个本朝铸造的钱 好 这个会员朋友物的李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李木头 物的李 物的就是木头 是吧 李木头问了一个问题 是吧 说这个古代啊 小政府因为控制力有限逃不开 王朝覆灭 那现代的一些大政府 比如苏联和南美的军政府 因为什么原因倒台 望翻盘 谢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崩溃 你越是这种什么都管的政府 你对经济的干涉越多 那你想那个经济干涉一多了 他的活力就失去了 活力一失去 你像那个苏联搞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 包括南美独裁政府什么都是国家包办 走这种国家资本主一种道路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经济失去了活力 失去了活力 你看现在委内瑞拉你看的多明显 委内瑞拉你看的多明显 经济崩溃 物价飞涨 最后这政府就坚持不下去 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个道理 我推荐大家看国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小说家 叫肯弗莱特 肯弗莱特 就是他最有名的中世纪三部曲 什么圣殿春秋那三部曲都改成电视剧 这个人非常有名 他写过一本世纪三部曲 就从一战写到苏联解体 写这几个家族之间的兴亡 他们之间的关系 请问那里边他写到苏联解体的时候 他虽然是小说 但是真实性是不容存疑的 他就说比如说像匈牙利 找苏联要钱 你也给我援助 然后要钱 然后戈尔巴乔夫就特别的反感 苏联自己经济都这样烂来 给你钱 然后匈牙利说那你要不给我钱的话 我准备接受德国的援助 说多少钱 十亿马克 十亿马克在当时就合五十亿人民币 但是德国人要求我们必须得开放市场 什么搞私有化 随便随便 你爱搞什么 你找不跟我要钱就行 那拿着这十亿马克 匈牙利就开始聚别 然后匈牙利跟奥地利之间 有一道铁丝网 连着铁丝网就防止东欧老百姓逃过去 然后说这铁丝网要该修了 大概要几百万美元 说匈牙利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是华约需要的 让苏联掏钱 苏联说没钱 修不修 那铁丝网就塌了 铁丝网一塌什么捷克的 什么东德的老百姓 就顺着这就去了 去了奥地利 去奥地利 你不就去西方了吗 柏林墙就没用了 那最后柏林墙就也塌了 所以像这些政府崩溃 都是因为经济原因 因为你管制的过于的强化 所以导致经济失去活力 这些大政府照样也崩溃 包括南美的独裁政府 你看现在委内瑞拉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 咱们就先回答到这 等到下一期看看会员朋友们 问了什么更有意思的问题 咱们在翻牌节目里 接着跟大家聊 谢谢大家